。 姚文志破冰致电高家瑜?通话2分钟谈这些? 图TVBS。 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姚文志办公室发言人红丽琪,日前点名要10亿元高家瑜退党和北市府顾问周宇修,红丽琪直指两人有颗情为让选民混淆。 。 要求主动退党,引起轩然大波,不过高家瑜昨晚政论节目上透露,已和姚文志通上电话,姚约他见面,双方通话时间2分多钟。 。 退党事件让高家瑜成为选举焦点,高家瑜昨,10日,在脸书上表示希望台北市长选举能将焦点摆在候选人本身。 。 而不是他,高表示期待姚文志委员重整团队后,提出令人耳目一新,刮目相看的证件,姚文志昨日上广播节目。 。 针对退党说事件似乎态度放软,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表示,会跟高家瑜联络,而主持人追问是否要对方道歉。姚泽笑说不用道歉啦。 。 高家瑜昨晚在政论节目中提到,姚委员在上午11点时用通讯软体打给他,不过当时他正在上节目没接到,当下也立刻回电给对方。 。 姚表示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见面聊一聊,他则告诉姚,目前重点还是把心思放在市民身上,自己只是一个小螺丝钉,且全党议员都支持姚文志,这点无庸置疑。 。 高家瑜表示这段谈话共两分多钟,同时他也告诉姚,所有议员都很期待跟姚委员交流,党团每周都有固定开会时间,大家可以碰面一起脑力激荡更多好想法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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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. . 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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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退党事件让高嘉瑜成为选举焦点,高嘉瑜昨,10日,在脸书上表示希望台北市长选举能将焦点摆在候选人本身,而不是他,高表示期待姚文志委员重整团队后,提出令人耳目一新,刮目相看的证件, 姚文志昨日上广播节目,针对退党说事件似乎态度放软,接受广播节目专访时表示,会跟高嘉瑜联络,而主持人追问是否要对方道歉,姚泽孝说不用道歉啦。 高嘉瑜昨晚在政论节目中提到,姚委员在上午11点时用通讯软体打给他,不过当时他正在上节目没接到,当下也立刻回电给对方,姚表示什么时候有时间可以见面聊一聊, 他则告诉姚,目前重点还是把心思放在市民身上,自己只是一个小螺丝钉,且全党议员都支持姚文志,这点无庸置疑。 高嘉瑜表示这段谈话共两分多钟,同时他也告诉姚,所有议员都很期待跟姚委员交流,党团每周都有固定开会时间, 大家可以碰面一起脑力激荡更多好想法。